哎 你干嘛 砸了呀 无人机新规要出来了 流这些废铁有什么用 不是 无人机新规怎么你了 新规规定 无人机要考驾照了 就我这智商 我怎么考得出来 大哥 新规规定清醒几下无人机 是不需要考驾照的 哦 那我把迷你留着 其他两个砸了 这两个也是清醒无人机 哦 这两个也是 对 就连物系列也是清醒无人机 哦 那我还是要砸 这又是为什么呀 新规规定只能飞120米了 飞那么低有什么用 大哥 120米很高了 有40层楼那么高 有这么高啊 对呀 我看过你频道 你不就是拍Vlog吗 用无人机拍你自己 从来没见过你哪个镜头 超过120米了呀 有道理 但是万一我想飞得高一点呢 那也有办法 120米又不是海拔高度 它指的是真高 就是相对起飞地点的高度 你找到高一点 你用起飞不就完了吗 那比如哪些地方 在户外你找山顶 在城市里面 来 我教你 你可以在社交平台上 搜你所在的城市名 加关键词爬楼 比如宁波爬楼 这里面全是别人分享的楼顶机位 比如这个天之兰大厦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喂 这里好高啊 有多少米 70多米 70多米 有这么高啊 对 在这个基础上 你还能再身高120米 拍拍城市风景 足够了 看来星辉这下 你还是可以飞到 本来就可以飞 而且120米上 也不是不让飞 只是需要申报 明年申报功能 会集成在大江官方APP里面 比原来方便多了 那我无论机不砸了 砸你个头啊 星辉还规定了啊 除了军队 警察 反骨部门 任何个人和单位 都不可以拥有 不可以使用 无人机反制装备 那也就是说 保安是没有权利 把我的无人机打下来的 对 合法飞行受到法律保护了 嗯 关于星辉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那星辉飞之嫌 需要报备吗 原来能飞的地方 星辉一样不用报备 那需要买责任险吗 除了从事商业活动 性质的无人机需要 比如说无人机灯光信网 像我们这种 随便玩玩的都不需要 那需要实面登记吗 这个星辉之嫌 就一直需要的 大家用官方APP里面 就可以实面登记 很方便的 嗯 懂了 嗯 嗯 我帮你省了这么多钱 不得意思一次啊 别人都说我跟您双胞胎 我怎么会有你 这么傻的弟弟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是弟弟 你会有什么东西 因为你生日子 你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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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你 你 我 你 不得了 你